小朋友们,你们好 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 下面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王子》 第六颗行星上面住着一位正在写红篇巨著的老先生 小王子问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是一位地理学家 我正在写书呢 研究大海、河流、还有沙漠 哦,真有趣 那你的星球上有海洋吗 这个我没法知道 可是你是个地理学家呀 是的,但我不是一个探想家 好吧,不过我更喜欢到处走一走 那样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那你建议我接下来去哪个星球呢 当然是地球了 这位老先生回答道 《小王子》旅途的第七站就是地球了 他落在了沙漠里 遇见了一条毒蛇 你来这里干什么 蛇问 我和一朵花儿闹了别扭 蛇说道 它们沉默下来 小王子长时间地打量着蛇 这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你真是个奇怪的动物 气得像根手指 我可是很厉害的哦 凡是被我咬过的人都会丧命 可你是纯洁的 而且来自另一个星球 所以啊 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随后 它们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小王子穿越沙漠 来到一座花园里 你们好 小王子说道 你好 花儿们答道 小王子盯着这些花 它们长得都很像他那朵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玫瑰呀 小王子很难过 我以为我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花呢 可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和它几乎一样的花 这时候啊 一只狐狸跑了过来 小王子对它说 我很苦呢 过来和我一起玩吧 不行 我还没有被驯服呢 驯服是什么意思 驯服就是彼此需要 对你来说 我也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 你也不需要我 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 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 好吧 我有点明白了 小王子说 有一朵花 我想它把我驯服了 我只 за你一只的图寸 你还能够给我们 我只能够击一只能够 我只能够给你一些图寸的